你是怎樣 起床慶嗎 細心呵護保溫箱內早產強爆 資深新生兒科醫師許瓊心 面對身子孱弱的巴掌仙子 向對待自己的孩子 我覺得應該是你們香聞 太熱了 在你們睡下次出來的時候 戴這個帽子 面對早產兒醫療 呵護備治 新生兒科加護病房是許瓊心 第二個家 從高一大畢業後進入馬街服務 超過40年 十年如一日也是馬街兒科第一位女住院醫師 在家屬心中溫柔的許媽媽 是同事光聽名字 只有肅然起敬的許娘娘 臨床上不確定性讓醫護得時刻備戰 尤其像呼吸道融合病毒 是一歲以下新生兒頭號敵人 不幸感染嚴重時可能致命 許瓊心推動健保給付預防注射 讓每年均600位高危險早產兒 能獲得完善照護 我說早產兒如果得到這個呼吸道融合病毒的話 那她就像鯊魚被那個流翅膀卡住一樣 她就沒有辦法好好的呼吸 有娘娘的霸氣也有做母親的細膩 救回來的早產兒不計其數 有幾次連親生父母都想放棄 是她在背後推一把要他們再撐下去 那時候已經有健保了 是可以救的 然後孩子就在爸爸的前面 就是有早現出來還蠻強的活生命力 帶領團隊降低早產兒死亡與併發症 即便高齡人退而不休 在辦公室有個小角落 除了巡房有時也做些行政工作 累了看看曾經被她救起的小生命 這是她追求的人生意義 TVBS新聞 張明榮 宣童 吳東右 台北報導 網上看新聞請下載TVBS App 或直接按訂閱TVBS新聞頻道